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人类变成热衷吸血的吸血鬼或是疯狂杀戮的僵尸 在大多数人看来这都是创作者的想象 现实中我们的行为都出自自己的意志 要做什么不做什么都是自己说了算 在深入了解寄生生物前 本书作者凯瑟琳·麦考利夫也是这么想的 麦考利夫是美国知名科普作家 曾获得最佳美国科学和自然写作奖 一天他在网上看到一篇报道说 老鼠身上的公形虫能操纵老鼠的神经回路 让老鼠主动接近猫 麦考利夫又查阅了公形虫的资料 发现公形虫在人类身上也很常见 一些科学家认为公形虫会影响人类的行为 让人更容易出意外 甚至导致精神分裂症 这让麦考利夫非常意外 为了搞清楚公形虫对人的影响 他开始深入研究相关内容 在这个过程中 麦考利夫发现寄生生物 远比人们以为的神通广大 从病菌寄生虫到寄生昆虫 寄生生物的种类繁多 许多寄生生物会改变宿主的性格和行为 甚至让宿主自杀 而这一切的目的都是为了 让自己更好的繁衍 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就是麦考利夫对寄生生物的研究总结 本书共12章16万字 麦考利夫介绍寄生生物对动物和人类的各种操纵手段 并探讨了寄生生物对人类思想的影响 本书获得《华尔街日报》和《自然杂志》等知名媒体和学术期刊的推荐 美国生物学家、社会生物学之父爱德华·威尔逊称赞本书 动人地叙述了令人惊奇的一系列生物现象 下面我会通过三个部分为你解读本书的主要内容 第一,寄生生物如何操纵动物和人类 第二,动物和人类如何保护自己 第三,对寄生生物的厌恶感如何影响人们的思想 先说第一部分,寄生生物如何操纵动物和人类 先来看操纵动物 作者分享了很多有趣的案例 这里选四个有代表性的介绍给你 第一个案例是线形虫操纵蟀 线形虫是一种水生寄生虫 熊虫和雌虫在水中交配生下幼虫 幼虫会寄生在蚊子幼虫身上并进入休眠状态 蚊子幼虫长大后,就带着线形虫的幼虫飞到地面 很多蚊子会被蟋蟀吃掉 线形虫幼虫自然也进入到蟋蟀体内 到这时,休眠的线形虫幼虫苏醒了 一边以蟋蟀的内脏为食物,一边生长为成虫 线形虫接下来的目标是操纵蟋蟀回到水中和其他线形虫交配 让后代进入新一轮的循环 但蟋蟀不会游泳,也不会靠近水源 生物学家发现,线形虫会分泌特定的化学物质 这些化学物质与蟋蟀体内原本的化学物质相互作用 让蟋蟀变得渴望接近水源,最终跳河自杀 这些化学物质如何引诱蟋蟀自杀呢? 这目前还没有定论 不过,法国的一个研究团队发现,被线形虫寄生的蟋蟀更容易被光线所吸引 而健康的蟋蟀更喜欢黑暗 在森林中,最显眼的光源就是反射月光的各种池塘河流 因此,生物学家猜测,线形虫通过化学物质调节蟋蟀的视觉系统来引诱蟋蟀接近水源跳河自杀 生物学家还有个有趣的发现,蟋蟀跳河自杀后,很快就会被水里的青蛙和鱼给吃了 线形虫来不及从蟋蟀的身体里逃出来,也一起被吃掉 但线形虫在进入青蛙和鱼的胃后还能存活 最终从青蛙的鼻孔和鱼的腮中逃出来,堪称自然界中的逃脱大师 寄生生物操纵动物的第二个案例是蟋虫操纵浆鱼 相比线形虫操纵蟀自杀,蟋虫的手段要更加温和 它只是稍微改变了江鱼的习性 蟋虫是一种在鸟类体内繁殖的寄生虫 鸟类排出的粪便中有大量的蟋虫卵 这些卵会被水蜗牛吃掉 在水蜗牛体内孵化后,蟋虫幼虫会排到水蜗牛体外,进入水中 蟋虫的最终目的是回到鸟类体内继续新一轮繁殖 而江鱼是鸟类的常见猎物 于是水中的蟋虫会进入江鱼的塞 并沿着神经一路入侵到头部 美国生态学家凯文·拉夫尔提很好奇蟋虫对江鱼有什么影响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 拉夫尔提把正常的江鱼和被感染的江鱼放在一个水缸里 想要分辨两者有什么差异 观察了几个小时后,他发现 被感染的江鱼经常侧身翻滚 频率是正常江鱼的五倍 江鱼和大多数鱼一样 上半身是深色,腹部是浅色 当它们侧身翻滚时,你能看到一道显眼的银色亮光 对于天上的飞鸟来说 这道荧光非常显眼,很容易让鸟盯上 为了验证这个观点 拉夫尔提把正常江鱼和被感染的江鱼混在一起 放在河口的露天围栏里 飞鸟可以进入围栏捕鱼 三个星期后,拉夫尔提解剖了没被飞鸟吃掉的江鱼 发现基本都是正常江鱼 被感染的江鱼都被飞鸟吃了 为什么西虫能改变江鱼的行为呢? 拉夫尔提发现,西虫扰乱了血清素的调节 血清素是一种影响焦虑程度的化学物质 血清素越多,动物就觉得越放松,不容易焦虑 被感染的江鱼,血清素含量很高 在应该害怕的情况下也不会焦虑 更容易做出侧身翻滚这样的危险行为 寄生生物操纵动物的第三个例子 是虐猿虫操纵蚊子 前面说的两个例子里 寄生虫对宿主的操纵手法比较单一 只是改变了某个行为 而虐猿虫的操纵手法要更复杂 虐猿虫是传播瘧疾的单细胞寄生虫 它在蚊子体内繁殖后代 而后代要在人体内进一步发育 为了最大程度地进行传播 虐猿虫发展出了一套复杂的操纵手段 如果蚊子在吸人血时 也吸入了人体内的虐猿虫 那蚊子很快就会失去胃口 减少吸血的频率 科学家认为 这是虐猿虫操纵的结果 蚊子吸血的频率越高 被人拍子的可能性就越大 显然不利于虐猿虫的繁殖 但是大约十天之后 虐猿虫已经完成了繁殖工作 需要把后代传播到人体内进一步发育 这时候 虐猿虫又会进行新的操纵 它会增强蚊子的食欲 同时切断蚊子体内的抗凝血剂分泌 抗凝血剂是一种化学物质 蚊子在吸血时 人体内的血小板会涌入伤口 让伤口的血液凝结 这么一来 蚊子就很难吸到血 而抗凝血剂会分解血小板 让蚊子能多吸一会儿血 但因为虐猿虫的操纵 蚊子无法分泌抗凝血剂 吸一点血就吸不动了 于是蚊子不得不去吸更多人的血 自然也就把虐猿虫传播给更多人 虐猿虫在人体内也会产生类似的影响 虐猿虫会干扰人体制造血小板的能力 让蚊子一次能吸更多的血 这样一来 人体内的虐猿虫就更容易进入到蚊子体内 此外 蚊子很擅长探测人类呼出的二氧化碳 和汗液中的乳酸依靠这些体位去寻找人类 人体内的虐猿虫会放大这些体位 让蚊子更容易发现目标 一项实验发现 得虐剂的孩子吸引的蚊子数量是普通孩子的两倍 当他们服用治疗虐剂的药物后 蚊子就不再表现出对他们的偏好 刚才说的案例里 寄生虫操纵宿主的目的 都是为了帮自己转移到下一个宿主身上 而另一些寄生生物的操纵目的 是为了让宿主成为自己的食物 接下来要说的第四个案例 是宝石蜂操纵蟑螂 宝石蜂是一种寄生昆虫 它的宿主是美洲大连 美洲大连是一种蟑螂 个头和老鼠差不多大 雌性宝石蜂遇到美洲大连后 会用毒刺刺中美洲大连的身体 注射一种麻痹物质 等到美洲大连麻痹后 宝石蜂再用毒刺刺入对方大脑 注射一种破坏中枢神经系统的毒药 摧毁美洲大连的思考能力 之后不论宝石蜂做什么 美洲大连都不会反抗 变成了一具僵尸 接下来宝石蜂会离开美洲大连 去寻找产卵的洞穴 与此同时 美洲大连会开始清理自己身体 拿掉身上的真菌和其他寄生虫 让自己成为干净的食物 等到宝石蜂找到洞穴后 宝石蜂会牵着美洲大连来到洞穴 在美洲大连的身上产卵 而宝石蜂的幼虫 就以美洲大连的新鲜肉体为食 等到幼虫把美洲大连彻底吃干净 这些幼虫就会离开洞穴 寻找他们自己的猎物 好 寄生生物操纵动物的案例 就介绍到这里 下面说说寄生生物如何操纵人类 作者以宫形虫为例 分析了宫形虫对人类的影响 宫形虫是一种常见的寄生虫 它在猫的体内繁殖 而猫会通过粪便排出寄生虫 所以养猫的人在换猫杀时 就可能感染宫形虫 感染宫形虫的途径还有好几种 牛羊在野外吃东西时 可能会摄入宫形虫 宫形虫会在牛羊的肌肉中形成囊肿 如果人吃到没煮熟的牛羊肉 也有可能感染宫形虫 此外 吃没洗干净的蔬菜 或做园艺后没洗手 也可能感染宫形虫 医学界很早就发现了宫形虫的危害 如果宫形虫感染了孕妇 会破坏胎儿的神经系统和眼睛 还可能引发流产 免疫力低的人感染宫形虫后 可能对眼睛造成损伤 或是患上脑膜炎 除了这些宫形虫引发的疾病 一些科学家在研究中发现 宫形虫对动物和人类 有更微妙的行为操纵 牛津大学的研究者发现 普通老鼠很厌恶猫尿 闻到就会逃跑 但猫尿对被宫形虫感染的老鼠 很有吸引力 这些老鼠会在有猫尿的区域待更久 同时极度活跃 不停地跑来跑去 这些行为都增加了 老鼠被猫吃的概率 老鼠被猫吃了后 宫形虫就能在猫体内繁殖后代 进一步的研究发现 宫形虫会侵入老鼠的大脑 让大脑长出上百个囊种 这些囊种会破坏大脑的内分泌平衡 改变多种神经地质的含量 其中之一就是多巴胺 被感染的老鼠分泌的多巴胺 是正常状态下的3.5倍 多巴胺会让动物产生愉悦感觉 变得更活跃和冲动 更少考虑风险 这和老鼠的表现完全吻合 还有的科学家认为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人类身上 亚洛斯拉夫·弗莱格 是杰克的生物学家 多年来都在研究宫形虫 对人类的影响 弗莱格自己的身上就有宫形虫 他怀疑自己有一些奇怪的行为 都和宫形虫有关 比如汽车冲着他按喇叭时 他也不会闪开 就算听到枪声 他也不会觉得惊慌 有人攻击他时 他也不会想要自慰 用弗莱格的话说就是 有东西在妨碍我保护自己 作为生物学家 弗莱格也了解 弗形虫对老鼠的影响 他更好奇的是 弗形虫对人类有什么影响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 弗莱格设计了一个调查问卷 找了一些弗形虫感染者做调查 他发现相比普通人 弗形虫感染者普遍觉得 自己对威胁反应迟钝 感觉不到恐惧 喜欢冒险和刺激 弗莱格还测试了弗形虫感染者的 反应速度和注意力 结果显示 这些人的反应速度更慢 注意力更容易不集中 弗莱格意识到 这说明弗形虫感染者 更可能出车祸 为了验证这个猜测 弗莱格调查了近600名 捷克居民的交通事故率 他发现弗形虫感染者的事故率 要比同龄的普通人高2.7倍 一些精神病学家对弗形虫也很关注 他们发现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弗形虫感染率很高 是普通人的2到3倍 精神病学家认为 多巴胺水平过高可能会引发精神分裂 而前面说过 弗形虫会让大脑分泌大量多巴胺 这可能是弗形虫引发精神分裂症的原因之一 还有的精神病学家 把弗形虫和自杀联系起来 罗马尼亚的精神病学家 特奥尔多·波斯托拉契发现 在欧洲的25个国家中 女性自杀率和弗形虫的流行成正敌 波斯托拉契还对4万5千名丹麦女性 展开了一项调查 检查了她们的弗形虫感染情况 并持续跟踪她们的生活 在之后的15年里 弗形虫感染者比正常人的自杀可能性 要高1.5倍 在另一项研究中 波斯托拉契随机挑选了 1000名受试者进行调查 他们要填写一份问卷 来评估自杀风险 并接受弗形虫检测 问卷分析显示 弗形虫感染者更可能表现出 自杀相关的特征 比如容易冲动 有攻击性 喜欢寻求刺激 波斯托拉契认为 目前的证据还不能说 弗形虫会导致自杀 但她相信弗形虫是一个 可能的自杀诱因 听到这里 有的人可能担心 既然猫是弗形虫的主要宿主 那是不是就不能养猫了 在这个问题上 大多数科学家都认为 没必要过于紧张 只要平时注意卫生 就能避免被弗形虫感染 具体方法包括 小心地更换猫杀 定期给猫吃驱虫药 仔细清洗蔬菜 做园艺时戴手套 把肉彻底煮熟了再吃 好 说到这里 总结一下第一部分的内容 寄生生物会用各种方法操纵动物 改变它们的行为 甚至让它们自杀 目的是帮自己转移到下一个宿主身上 或是把宿主作为食物 寄生生物对人类也有影响 以公形虫为例 公形虫感染者对威胁反应迟钝 感觉不到恐惧 喜欢冒险和刺激 它们更容易出车祸 也可能患上精神分裂症 甚至自杀 听起来寄生生物很可怕 但不论动物还是人类 都不会束手待毙 在漫长的进化中 动物和人类发展出了一系列方法 来保护自己 避免被寄生生物感染 下面第二部分 我们就介绍四种常见的方法 第一种方法是清理身体 前面介绍的寄生虫都属于体内寄生虫 大自然中还有很多体外寄生虫 比如狮子 皮虫 萌等等 体外寄生虫通常附着在宿主的身体上吸血 让宿主变得萎靡不振 体重减轻 一只萌 一天就可以吸半生的麻血 体外寄生虫还会携带更小的寄生生物 比如病菌和虐原虫 它们在吸血时也会把这些寄生生物传播给宿主 为了消灭体外寄生虫 很多动物都会花大量时间清理身体 马经常会晃动脑袋 抽动耳朵 摇摆尾巴 或是靠在一起相互摩擦 这都是在清理体外寄生虫 邓灵为了清理毛发上的狮子 会把牙齿当梳子来梳毛 每天梳毛多达两千次 有的动物还会自己制作工具 亚洲象会折断树枝 然后把树枝在身体附近挥舞 用来驱赶身边的虫子 还有很多动物会互相帮忙 在海洋中 大鱼会游到某个特定区域 张开嘴 让小鱼小虾游到嘴里 它们会吃掉大鱼牙齿和腮上的寄生虫 在非洲 啄木鸟会帮犀牛 斑马和长颈鹿等动物清理耳朵 吃掉藏在耳朵里的狮子 动物和人类保护自己的第二种方法 是天然疫苗 很多人知道 接触少量病原体会提升免疫力 从而避免更严重的疾病 这种免疫原理 动物也知道 当一只蚂蚁感染了致命的真菌时 其余蚂蚁会冲上去舔它 从而接触到少量的病原体 这种方法存在危险 大约2%的蚂蚁会死亡 但从群体角度看 绝大多数蚂蚁的免疫力都会提高 狮子也有类似的行为 当幼崽刚断奶 开始准备吃肉时 狮子会把肉脱过洞穴的地面 让肉沾满细菌和污垢 幼崽吃下肉后 也起到了免疫效果 类似的行为也存在于 人类婴儿身上 婴儿只要开始爬行 就会本能地往嘴里塞各种东西 包括泥土 虫子 海绵 甚至猫嘴里吐出来的东西 根据统计 婴儿每天吞下的东西多达一克 一些科学家认为 这些不卫生的行为 实际上提升了婴儿的免疫力 让免疫系统在分辨病菌上 更加敏感 动物和人类保护自己的 第三种方法是天然药物 很多动物都知道 苦味的植物一般有毒 适量摄入 可以杀死寄生生物 黑猩猩在腹泻 或出现其他感染症状时 会去寻找斑鸠菊 这是一种味道苦涩的有毒植物 含有消除病菌 和肠道寄生虫的化合物 生病的黑猩猩一找到斑鸠菊 就会剥去外面的树皮 去瞬息里面苦涩的枝叶 健康的黑猩猩会在一旁围观 但不会去尝试 除了植物 黏土也是一种常见的天然药物 黏土一般藏在地下 10到30英寸的位置 黏土分子可以吸附各种病菌 让病菌随大小便排出体外 黏土还可以覆盖在肠道黏膜上 形成一层细腻光滑的天然屏障 有效防御寄生虫的入侵 猩猩、大象、老鼠等动物 在肠胃不适时会吃下大量黏土 人类也有吃黏土的习惯 根据考古研究 人类在古希腊和罗马时期 就开始吃黏土 并延续到今天 在非洲地区 人们会出售经过风干加热的黏土 用来治疗消化系统疾病和孕吐 后来非洲奴隶把这一习俗带到了美国 许多美国穷人也开始吃黏土来治病 随着时代发展 如今吃黏土被许多人看作恶心的怪癖 但仍然有很多美国人沉迷吃黏土 在他们看来 黏土就像巧克力一样 是一种美食 除了直接吃下去 天然药物还有很多其他形式 巴拿马的白鼻浣熊 会寻找一种有薄荷味的树枝 用爪子把树枝涂变全身 科学研究表明 这种树枝可以驱除跳蚤 狮子和皮虫 委内瑞拉的卷尾猴 会在千足虫上滚动身体 刺激千足虫释放防御性的毒素 千足虫也叫马鹿 外观类似蜈蚣 它释放的毒素是天然的驱虫剂 卷尾猴会把这些毒素 涂到自己身体上 来消灭体外寄生虫 动物和人类保护自己的 第四种方法是厌恶感 人们在看到某些东西时 会感到本能的厌恶 不愿意接近这些东西 比如粪垫 老鼠 蟑螂等 许多科学家认为 这是一种保护我们的生理机制 引发厌恶感的东西 往往包含大量寄生生物 或是让人联想到寄生生物的东西 远离它们可以有效防止感染 拿刚才的例子说 粪垫本身包含了大量病菌和寄生虫 老鼠和蟑螂身上也有很多病菌和寄生虫 容易传播疾病 还有的人看到蚯蚓会恶心 科学家认为 蚯蚓外观很像寄生虫 所以也会让人不舒服 那么 动物有没有厌恶感呢 这目前还是个谜 我们没法知道动物的感受 一些科学家相信动物也有厌恶感 因为很多动物会主动避开粪便 比如牛羊不会在粪便附近吃草 黑猩猩不小心接触到粪便后 会抓起树叶擦干净自己 很多犬科和猫科动物都不会在巢穴里大便 好 说到这里 总结一下第二部分的内容 在漫长的进化中 动物和人类发展出了一系列方法来保护自己 避免被寄生生物感染 常见的方法有四种 分别是清理身体 用天然疫苗增强免疫力 用天然药物治病 和依靠厌恶感远离寄生生物 作者进一步指出 对寄生生物的厌恶感会影响人们的思想 进而塑造道德观 下面第三部分 我们来看看厌恶感有哪些具体影响 厌恶感对思想的影响可以分成两种 第一种是加深对某些群体的偏见 马克沙勒是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心理学家 长期研究厌恶感的心理影响 他指出 在人类历史上 外来的陌生群体经常会带来病菌 引发传染病 所以当人们被一些东西引发厌恶感 觉得自己可能被感染疾病时 就会对陌生群体产生偏见 更排斥陌生群体 在一项实验中 沙勒找了一群温哥华的受试者 把他们分成两组 一组受试者要看一些和疾病相关 让人感到厌恶的图片 比如流鼻涕的鼻子 满是麻疹的脸 另一组是对照组 他们看的是和疾病无关的照片 然后受试者要填写一份问卷 问他们是支持政府帮助波兰移民 还是帮助蒙古移民 对温哥华的居民来说 波兰移民是他们熟悉的群体 温哥华本身就有很多东欧移民 而蒙古移民是陌生群体 结果显示 相比对照组 引发厌恶感的受试者 更支持帮助波兰移民 反对帮助蒙古移民 沙勒在实验中还发现 厌恶感也会引发人们 对少数群体的偏见 比如残障人士 毁容者 甚至包括肥胖人士和老年人 但这些人并不会造成健康威胁 沙勒认为 大脑的原则是 宁可错杀 不可漏过 毕竟感染疾病的风险实在太大 当大脑产生厌恶感时 只要看到和正常健康人 有区别的人 大脑就会发出警报 远离这些人 从以上结论出发 不难想到 传染病会引发大众的厌恶感 加深对某些群体的偏见 一些研究者收集了美国各地的传染病数据 和对移民的看法 他们控制了能想到的各种变量 比如种族 年龄 教育程度 政治倾向等等 在排除这些变量的干扰后 研究者发现 反对移民呼声最高的地方 传染病也最普遍 虽然厌恶感会加深偏见 但我们也有办法消除这些偏见 很多研究表明 降低人们对感染疾病的担忧 可以有效减少偏见 在一项研究中 研究者找了一些流感爆发地区的受试者 他们对移民和肥胖人士 有明显的偏见 研究者告诉受试者 他们可以用抗菌湿巾来消毒双手 降低得流感的概率 在知道这个方法后 受试者的偏见就明显变少了 厌恶感对思想的第二种影响 是让人在道德上更保守 在一项实验中 心理学家让学生们思考一些道德存疑的行为 比如为了获得工作在简历上撒谎 飞机失事后为了活下来而吃人 学生要写下来他们对这些行为的看法 一部分学生坐在满是食物污渍的桌子边答题 面前放着破旧的笔 这会引发学生的厌恶感 另一些学生坐在一尘不染的干净桌子边答题 结果显示 引发厌恶感的学生在道德上更保守 更可能反对这些行为 类似的研究有很多 在另一项研究中 研究者用模拟呕吐气味的化学物 引发受试者的厌恶感 相比没有引发厌恶感的对照组 受试者对婚前性行为 表亲结婚等行为的谴责会更严厉 科学家还发现 有些人天生更容易被触发厌恶感 比如同样是看虫子照片 有些人的厌恶感会更强烈 这些人平时的道德观也更保守 他们认为孩子应该无条件服从长辈 更强调社会凝聚力和尊重传统 反对婚前性行为和堕胎 为什么生理上的厌恶感会影响道德观呢 这目前还没有定论 研究厌恶感的英国科学家 瓦莱利·科蒂斯提出了一种假说 他认为在原始社会中 如果一个人不讲卫生 随地乱丢垃圾或大小便 就可能在部落中传播疾病 别人就会对这个人产生厌恶感 为了自身的健康和安全 原始人类会惩罚这些 违反行为标准的人 这就是早期的道德观 随着时代的发展 我们的道德观里加入了更多内容 与此同时 对不道德行为的厌恶感被继承了下来 在引发厌恶感时 人们会觉得自己受到威胁 更有冲动去惩罚不道德的人 来维持群体的健康和安全 好 说到这里总结一下第三部分的内容 对寄生生物的厌恶感会影响人们的思想 主要表现有两种 一是加深对某些群体的偏见 人们会认为外来移民 肥胖人士和老年人更有威胁 通过降低人们对感染疾病的担忧 可以减少偏见 二是让人在道德上更保守 还有些人天生更容易引发厌恶感 这些人在没有引发厌恶感的平时 道德观也会偏保守 说到这里 我脑子里的《不速之客》这本书 也介绍得差不多了 作者分享了很多寄生生物 影响人类行为和思想的案例 但作者认为 这不代表感染者的行为和思想 不受自己控制 相比动物 人类大脑的结构要复杂得多 寄生生物对人类的实际影响也更小 公形虫让人减少恐惧 更喜欢刺激冒险 但这种变化的程度并不大 感染者依然能控制自己不做危险行为 对寄生生物的厌恶感 会带来对他人的偏见 但只要降低人们的担忧 这种偏见也会消失 所以即便受到寄生生物的影响 人类依然拥有自由意志 需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好 我脑子里的不速之客这本书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